你家嫂子她有没有单位 退不退休 问一下她前期退不退休 这个单位 她前期没啥保证啥的 她看在孩子面上 反正这事就多了 你这做饭做得多 我以前的老公是厨师 我那啥 因为回家给我做鱼 我也不会做饭 欢难与共半难寻 半路夫妻少信任 各怀鬼胎凑合过 不如一时就变心 今天来相亲的张大哥 今年55岁 每月收入2万元有房 咱家自己开的并馆 自己家的并馆啊 对 多大便咱就屋 300多便 300多便 能看一看吗 可以 来 一共几层 4层 4层的 一层是4个 这是105 这是两床 这种就是属于像标尖那种的 是不是 对 这是标尖 有两张床 俩人住 这屋就没窗户了 对啊 这是没窗户的 大床子都在窗户的 这屋是属于这大床房的 对 这床是床 这屋的话得多钱 这个110瓦 110瓦 一屋里是姜 也挺干净 挺大的 咱这个家 住的 荷头 各个儿都 比咱这个家 那屋 感净 出事 非常好 但大哥依旧是老季福利只在千里 还想再拼一把 下午还行整一个宾馆 还行整一个宾馆 为啥先再整一个宾馆 对对 待着也没啥事 就那边已经成熟了 对对 咱现在对这方面还行 那要再开一个宾馆 在哪边开一个宾馆 现在不确定 不能在附近了 希望切理吃理一点 虽然事业上小有成就 可自从离婚后 每次回家迎接自己的 永远是冰冷的墙壁 连口热乎饭都没有 心里很不是滋味 于是呢 大哥决定尽快找个老伴 开始幸福的第二春 现在也没地方去 人家上的天呐晚上 一到晚上 上的咖吃点饭都不知道 咋整 再找的话想找个啥呀 哎呀现在就是 干净点 就是那个时尚点 我不会穿戴 长相比安置必须高了 现在说 性格好点的 根据大哥的择偶标准 红娘找到了今年51岁 退休金每月2100元 有房的鲁大妈 简单给大哥拉姐介绍一下 张志军 张大哥 你叫张志军 我叫鲁修华 对 鲁修华的大姐 就剩100元 真是丑子还行 两人见面后 对彼此的感觉还不错 决定坐下来唠唠 于是鲁大妈直接问出了 自己最关心的话题 你家几个孩子 一个孩子 就结婚了 结婚了 有没有那啥孙子啥的呢 俩孙女了 谁看着呢 现在他奶看着你了 还顾一个伯母 这边他奶看着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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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跟他奶一起过呀 现在给他奶 我们老家送缘的 现在给他看孩子 他就可以过这儿了 听到大姐的前妻 还在给儿子看孩子 大妈瞬间有了危机感 这要是回家看孙子 跟前妻低头 不见抬头见的 以后肯定少不了的罗伦氏 于是直接打破砂锅 问到底 问起了前妻的情况 你家嫂子她 有没有单位呀 退没退休啊 问一下她前妻 退没退休 这个文文这个大 前妻又是没啥保证啥的 她看在孩子面上 反正这事就多了 你的意思是怕 如果说前妻没有社保啥的 她还得拿钱帮着她 对呀 退有单位老师 原来这不是怕大哥就情妇人 是怕家里自己留下不明啊 要么咋说 姜还是老的辣嘛 想试着维度 无论是高度还是宽度 都老成见到 不过放心 人家前妻条件也不差 退了 哦 那就是他们那边的生活 还需不需要大哥去拿 经济啥砸点的事情 没有 那说白了你这断了就不断了 听说了可挺好的 了解到大哥跟前妻没有挂个后 大姐终于放心了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疑 大姐这边倒是都满意了 大哥又问起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 你这做饭做得糟了 这屋 我以前的老公是厨师 我在家我问的啥 因为那时候他在饭店上班 我没在饭店 我问的啥 因为回家我做鱼 我能够饭 我也不会做饭 那你得回做饭 最好不能说你这个外 刚才说 不是说你坚强烹饭 起码说就是家来个人的 来个企的 你做点啥的 听到大姐不会做饭 大哥刚才还狂热的心瞬间凉凉 本想找个贤妻两母 结果人家曾是捧在心里的小公主 就在大哥在考虑该如何解决吃饭问题时 大姐再次抛出了一个终结问题 那你有啥爱好啊 不是爱好的事吗 真没有 没啥爱好 就瞎琢磨点 我现在始终就瞎琢磨自己 现在还得干啥 还得干啥 你就这么呆这么多 你指的是锻炼的还是什么 不是锻炼 还想有这合适的宾馆 我现在对 你俩人都结婚了 你也没啥事了 你这个前领吧 你说你呆着 咱们不是说呆不起 你不有宾馆吗 那个也不成天记性 你就是你没想法 就是说溜达溜达了 溜溜游了 锻炼锻炼身体了 啥的现在没有这想法 没有 大姐只想享受生活 大哥却志在千里 道不同不相为谋 既然不是一路人 那就大路朝天 各走一边 相亲失败后 红娘有给大爷介绍了 今年50岁 每月工资3000元 有房 厨艺精湛的杨大姐 你好大哥 简单给杨大姐介绍一下 张志勋 张大哥 张大哥你好 杨奉华 杨奉华 杨大姐 大姐 差不多了 大姐 差不多了 在厨房忙着热火朝天 烹熟而来的大哥就开始360度 全方位无私角的参观大姐家 大哥欠点礼貌 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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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好 这位宽敞 这要不明天实际镇定好 把这个先端上来 我这是 你手伸不上 首先是啥的呢 特别说会与不会 只要你参与了 首先这种内心的是 尊重女性 好像是说一话的那种感觉 但是她内心又尊重啥 尊重对方 我不会 我就是擦了蹭蹭 我就跟站陪你了 老婆我也就是能啥 但有的呢 也就是说 我们就是 一来伸手 翻来张口 就这样是 虽然对大哥多少有些小意见 但并不影响相近的进程 六个菜全部上途后 两个人的相亲正式开始 我们03年下岗 那你这工作关系啥 不就都在那 都 就是已经买断了 买断以后 就是跟单位脱钩了 完了就自己交的 大姐姐这边 你比较后悔的事 最遗憾的了 但是也可能也是 见识的少 我知道吧 没当回事 几乎多的一混的 我失了 我是那年去问去了 那年上市社保的 他不让你往前补 让你往后补 然后我也就没太差 他又是往前补的话 我也就交了 一保是农合用的 不是农合 是吧 平常报是50% 你真正到手里 这么大塞子上 啥人没有这种 多图担多大 了解到大姐没有劳保 大哥开始有所顾虑 就在大哥在那 拿不定主意的时候 得知大姐还有个 没有成家的儿子 让大哥彻底下定了决心 负担 那就是我自己的事了 不可能把压力 给你转移到人家身上 就是说人家没那义务 像说自己的孩子 多多少少 不要求人家管 我那样能尽多大的责任 我就尽我的责任 我是没那么想 我当时有的 这个吧 你也不是说 你说就是给你承担就承担 说不承担就不承担 那你说孩子要结婚了 你手还宽着点 还有钱 有点 别说有多少钱 起码说有余钱 孩子还挺紧张的 那你就瞪眼瞅着 他娘俩俩的上火 那不可能 谁都是 自己说自己经过 那不是 那你能不管吗 你不认同 你的以后父上的 完了再分 我也没那时候时间去那啥 大哥的儿子已经成家了一夜 生活上毫无压力 听到大姐的儿子还没结婚 大哥很难接受 最终两人相亲失败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七哥 咱们评论区见